哈喽大家好,我是尼哥穿越大冰道 所以我们今天来探索一下新加坡吧 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在新加坡Vlog了 大家看看,我现在穿了 因为现在天气已经转凉了 而且现在是雨季,所以相对会比较凉快些 所以大家都开始已经穿上了长袖 还有比较厚的衣服 这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冬天 所以今天我就约了一个当兵同T的朋友 一起来喝咖啡,今天很早了 因为穿到雨季的话,我们大家喜欢带在家里 也都不想出门 今天我们要去探索的是一家新咖啡厅 这家咖啡厅其实就开在住宅区里面 相对不太好找 我们的住宅区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想到了,就在这边 这边的话就是它的咖啡吧台 而这边的话就是它的零售 它也卖这些茶壶、悲剧之类 咖啡来了 咖啡厅 那么没有一个就是他们的烘焙室 所以在那边的话,他们就烘焙了自己的咖啡豆 所以大家我们要开始喝了 它稍微比较浓一些 可是它口感方面的话还挺顺的 哈啰,Stanley 哈啰,我是Stanley 我们IG把它写在下面吧 那是我当兵的同T 那我认识很久了 大半辈子 哈啰 到了Bravery 大家我们到了Bravery 在后面 他们之前的话设计在另外一个地点 最近的话他们搬来这边 它里面的那个位置的话算是点和长 所以位置相对没有那么大 可是他们有两层楼 等一下我们就上去第二层楼看看 还好因为现在是雨天 所以其实坐在外面的话还挺凉快的 这个地区的话其实相对会比较少人一些 因为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 办公的人会比较少 他们的第二层楼 我们上去看看 哎呦 差点裁空 这边呢还有镜子 第二层楼就长得这样 第二层楼的话属于比较多大家庭聚餐的地方 因为它可以容纳很多人 而楼下的话地方会稍微少一些 在我手中就是有他们家著名的这个 这个 也不算是 可是它算是比较大型的一个松饼 所以上面就放了很多蓝莓和草莓 他们的早餐呢 方面的话我们点了就是牛奶果 还有他们的那个鸡蛋 挺丰盛的 记得要用酒精消毒 牛奶果 开动咯 看上去很不错 牛奶果再加上鸡蛋 大家我们先来吃松饼 松饼好蓬松咯 大哥 看大妈很蓬松 哦 水材还不错 有放了蜜糖 上面会比较甜一些 所以比较厚实的一个松饼 它不是那种舒服的松饼 所以有些人会吃不惯 到了 大家我们现在来到 这些松饼最新的店 是在这边 特别特别大 就跟他们之前的两间店相比之下 大了蛮多 第二间店的话 其实他们是在西部 今天的话他们就开在了中部 什么点呢 就是他们的麻糬 那中间那些的话其实还挺脆 但是很暖 因为那麻糬的口感 我们今天来到了Brotherburg 之前的话他们是在去年12月份 可能就在疫情之前 他们就关了店 所以今天他们重开了 而且他们整修改装之后呢 看起来地方更大了 其实在我身后这块地方呢 之前呢 是他们的厨房 他们把它改装了之后呢 就变成一个 可以坐在这边用餐的地方 他们家这边主打的是他们的可颂 就除了可以外带可颂之外呢 可以内用 像是他们的鲜食 就有鸡肉汤加了那个 起司可颂 它的那个甜点的话就是炸可颂 我旁边就放了双麒麟 大家我们现在来吃它的鲜食 就是它的鸡肉 再加上可颂 哈啰 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Miu 就在我后面 它是一个手摇饮料店 可是它最近推出了新的产品 有点像是饼干之类的 上面的话就撒满了 就是一些抹茶奥利欧饼干酱 还有另外一个是巧克力的 这个是它的抹茶酱 嗯 好酥脆哦 变甜它有点像 它抹茶在里面是鲜肉的 就是那个韩国的 它饼干里面有配奶油味 嗯 这个巧克力的 上面放了很多棉花糖 影片就到了一个段落咯 喜欢这个影片就在下面 按赞 订阅 分享 留言 或者是追踪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查看我的最新动态 好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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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